因为封口废案 美国前总统川普 30日被控篡改商业记录等 34起联邦罪行全数成立 随后他在纽约对支持者委屈讨拍 不知把司法系统 法官陪审团全部骂过一遍 还抱怨千错万错 都是对手拜登的错 判决出来不到24小时 川普阵营更立即涌入将近 5280万美金捐款 约是17亿台币 边州这处周边商品专卖店 川粉们纷纷掏出美金下架 这件解放川普T恤更是热卖商品 面临11月大选 川普这时遭到定罪 支持者力道却不降反声 路透社民调中显示即使定罪之后 共和党支持者对川普不离不弃 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认为判决不影响挺川 还有不少人加倍坚定要把票投给他 就连过去非议与少数民族选民 一直巩固着民主党基本盘 共和党的川普非议支持度却持续上升 最新民调挺川的非议选民来到百分之十八 对比2016年的百分之六又正明显上升 难道真的是苦情绩起作用 封口废案7月11日即将判刑 川普阵营始言上诉 届时势必还会再掀起风波 三亿新闻联韩报道